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终只有9位学员就到下一阶段的比赛 赛程到了这个时候 已经来到最后的定型阶段 哪些学员能够闯进总决赛 哪些学员将止步于此 基本呼之欲出 在仅剩的18强学员中 我个人认为有7位学员是种子选手 进总决赛的几率非常之大 结合学员们的人气 唱功 战绩来分析 以下7位学员可上榜 1.单一纯 作为本季好声音人气最高的学员 单一纯堪称是大魔王般的存在 无论是唱功还是颜值 在众多学员中属于最拔尖的 要说单一纯进不了总决赛 任谁都不相信 目前单一纯保持全胜战绩 不仅是礼坚战队的种子选手 更是本季好声音夺冠呼声最高的学员 2.宋宇宁 除了单一纯 礼坚战队的宋宇宁同样是种子选手 她的优势就是原创 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 在原创学员中都能排上号 实力不容小觑 跟单一纯一样 目前宋宇宁同样是全胜战绩 进总决赛 没有什么悬念 3.曹阳 曹阳的来头不小 不仅是专业的音乐剧演员 还是周杰伦旗下的艺人 在盲选的最后阶段获得了极其罕见的三转 属于超实力学员 曹阳的唱功完全没话说 所有的学员中数她的演唱瑕疵最少 连单一纯的演唱都不能保证像她那样的完美度 是西亭丰战队挑大梁的学员 4.傅信尧 同样是西亭丰战队的种子选手 傅信尧的实力是完全经得起考验的 两次PK实力不俗的黑马学员高瑞 两次节省 却有其过人之处 傅信尧的唱功未必强于高瑞 但她最大的武器就是她特殊的音色 这是贴一声的 没办法 5.贾义腾 谢霆丰战队拿最强战队称号实至名归 除了曹阳和傅信尧 贾义腾也是妥妥的种子选手 作为原创学员 贾义腾带来的三首原创歌曲 虽然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肯定 但她的唱功相当不错 发挥也一直很稳定 后期即便不用原创歌曲参赛 也并不影响她进入到总决赛 6.马兴仪 李文浩战队的种子选手本来应该首推斑马森林 奈何斑马森林在谢里战队的PK赛当中输给了傅信尧 按照网季规律有败季的学员基本无缘走决赛 所以我个人还是更看好马兴仪 不过马兴仪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出战次数为零 除了忙选时候唱了一首歌 后期由于生病做手术一直吹起 想要就到总决赛 马兴仪就必须要在下周战队混战当中 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以此证明自己的实力了 不然的话可能挑大量的重担还是要落到斑马森林的身上 7.潘红 李宇川战队稍微有点尴尬 剩下的四位学员全部都有败季 赵紫叶 马路 钱江涛输过比赛就不说了 就连李宇川最心意的学员翻红也输给了松玉宁 导致整个战队没有一个人拿得出手的战绩 当然如果非要选出一位学员进总决赛 李宇川肯定会力挺翻红 因为无论是他的颜值还是唱功都是相当出众的 总决赛应当有他一席 通过一番分析下来 在目前18强学员中 这人称得上种子选手的只有7位 他们挺过下周的战队混战问题不大 唯一的问题是这7位种子选手会不会出现交集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意味着必定会有种子选手提前出局 所以下周的战队混战注定是一场大戏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